很多家人想要这个泡腹化的教程没有找到 然后我们今天再出一个 首先我们在中指上绕一圈 然后把把线带出来 勾一个锁针 勾好以后然后我们还在这个圈里面金针 把线带出来勾短针 这是一个短针 我们可以在第一针的位置给它做个记号 第一针做好记号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勾短针在这个圈里面 把线带出来然后两个线圈并掉 这是一个短针 我们在这个圈里面一共勾出12个短针 12个短针是勾6个花瓣 如果是10个短针的话我们就是勾5个花瓣 10个短针勾好以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圈给它拉紧 拉紧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胶扣取下来 取下来以后我们在这个记号扣的这个针目里面金针 然后把它带出来 再通过这个线圈我们做引拔 这是一个引拔针 引拔针过好以后我们离三个小边针 固定绕线 我们在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金针还是 把线带出来 我们稍微拉长一点点 然后两个线圈并掉 然后继续还是在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金针 把线带出来稍微拉长一点 就是我们每一个线圈都拉的一样长 两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我们在这个圈里面一共勾出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在这一个针目里面勾出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我们这个线圈都给它拉的一样长 四个未完成的长针勾好以后我们继续勾这条线 在下一个针目 到下一个针目里面金针 然后把线带出来 还是勾未完成的长针 我们在这个针目里面也是勾出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三个 一共是八个未完成的长针勾好以后 然后我们把线一次性给它带过来 带过来以后 然后三个小便针 三个小便针勾好以后 我们到下一个针里面 到下一个针目里面给它做一拔 引拔完以后还是三个小便针 我们就是开始勾第二个花瓣了 我们每个花瓣都是一样的勾法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勾出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到下一个针目 再勾出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八个未完成的长针勾好以后 一次性给它带过来 然后三个小便针 到下一个针目做引拔 这样两个花瓣就完成了 我们一共是勾出五个花瓣 如果是十二针的话 是勾出六个花瓣 五个花瓣勾好以后 然后我们引拔的时候 是在第一针的位置给它做引拔 引拔过来以后 我们勾一个锁针给它断线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这一个花就完成了 再来再来一种 Bod花瓣的花瓣 这个花瓣就完成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 然后再来一步 我们再来一步 我们再来一步 这一步 这一步 所以我们再来一步